我看很多人都说伊朗24号投降了 还有人在我视频的评论区提醒我去看 说伊朗投降了 原因是伊朗总统贝德西西洋 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的表示 伊朗准备与世界大国合作 结束和西方的核僵持 贝德西西洋说 准备与2015年伊核协议的参与者进行谈判 如果协议中能得到全面真诚的执行 就可以就其他问题展开对话 德荷兰准备与各方进行谈判 以重返核协议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所以我看网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说 伊朗24号宣布投降了 倒向美国 贝德西西洋是8月份正式担当伊朗总统的 我不能说他是按照我的想法 重返伊核协议的 因为我早在8月8号就讲了 如果你看过我8月8号发的这个视频 局中局你就明白了 当时伊朗的对外政策还没有出来 我就说了 伊朗必须要放弃核计划 重返伊核协议 因为他必须走这条路 他没得选择了 因为伊朗中计被逼亲自反击 陷入困局 伊朗必须改革 8月1号到8月8号那几天 摆在伊朗面前的是 要么伊朗亲自参战 要么伊朗改革开发 所以我放大一下 请看8月8号发的这个视频 伊朗中计了 那给镜头前的您选择 你是选择打仗呢 还是选择改革开放呢 伊朗作为中东的总指挥 它下面有胡塞武装 伊拉克民兵组织 叙利亚伊斯兰反抗组织 黎巴伦争主党 以及中东各派的反美武装 如果伊朗亲自下场 前年的总指挥士都被消灭了 请问下面这些各自武装 他们以后还能打吗 炮弹都没有来源了 各自武装不就死了吗 所以一定要保全总指挥士 唯一的选择 只能忍了 打持久战 唯一的方法是 必须改革开放 这是黑泽西西洋 刚上任几天 我就发了这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 我清晰的说了 请看第五 伊朗的核谈派要继续谈 这是我给他们的建议 也不是我给他们建议 是我发掉网上的视频 因为你伊朗不能再发展核武器了 如果你伊朗拥有了核武器 请问你旁边的各个国家 还能睡得着觉吗 沙特睡得着觉吗 伊拉克睡得着觉吗 以色列睡得着觉吗 叙利亚睡得着觉吗 阿拉伯联合球长国 卡特尔 他们睡得着觉吗 你继续发展核武器 你就把自己放在了 中东各派的对立面了 原本波斯的伊朗 是中东各派的老大 结果你搞了个核武器 请问周边的各个国家 要不要搞核武器 因为你波斯曾经是波斯帝国 是侵略过中东各个国家的 你有核武器 别人就害怕了 你要搞核武器 美国就制裁你 美国加强对你的制裁 你本身就经济不行 你本身就生活在伊朗高原 很多地方还是严谨化的沙漠 如果你伊朗不搞改革开放 你伊朗的老百姓就会越来越穷 老百姓就会越来越生活艰难 所以伊朗的持久战 必须要先忍 先把自己发展富有起来 剩下的事后面再说 不能激动 不能来不来 喊打喊杀 自己亲自去打 结果被强大的美军 把你伊朗的导弹部队 打得稀里哗啦 把你原有的离心机摧毁掉 那样的结局会更惨 所以我早在8月8号 发视频就说了 伊朗必须要进行核谈判 一定要继续谈 因为整个国际局势是 西方和老美 已经开始走下暴路了 这个时候你跟他打 那你伊朗得不常识 不如在老美 正在走下坡路的这段时间 借助老美的经济 还有一点点实力 把伊朗的经济搞上去 当老美再垮下一点的时候 伊朗改革开放 特别是对中国 对印度的改革开放 一下子将伊朗的经济问题解决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军事发展 那个时候 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吧 在8月8号的视频里 我提了七条建议 其中第一条叫人才改革 青年创新力强 因为伊朗的教育水平高 要大量的启用年轻人 能八九十岁的人 还在那岗位上站着 影响了限制的年轻人的发展 因为年轻人更国际化 更全球化 启用人才 伊朗才有未来 第二条叫去资源依赖 走现代化道路 伊朗你不能老依靠卖石油 老依靠卖那个资源 那是不长久的 必须要搞全面的现代化 特别是要加大基建的投资 要想赴先修路 引进中国的高铁 请中国人给它去修高速公路 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 在清藏川藏高原 修了国道 要想赴先修路 春春通工路 百姓就变富 第三 我给的建议是 加强国防防空 人才保护 伊朗最大的问题 就是防空问题 所以伊朗的领导人 老是被炸 你讲了一些 别人欺负你 别人轰炸你 别人侵略你 你讲了些道理没用的 你要有能力 保护你老百姓 保护你的官员 保护你的科学家 科学家死了那么多 军方的领导死了那么多 你打杯琴牌 全世界别人仅仅是 同情你一下 但谁能帮得到你呢 帮不到你啊 别人没有利益 不可能平白不顾的帮你 第六条给他的建议是 要做纯洁队伍 内部要做整风运动 要抓汉奸 不然别人怎么能 定位那么准呢 第七就是 链接一带一路 吸引外资 你要知道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印度 如果你怕美西方国家渗透 你可以先对中国 印度进行全面开放嘛 引进中国的高铁 引进中国的动口机 把伊朗高原的各山脉之间 全部打工 将各个城市 全部用高铁联合起来 联系起来 四通八达 没钱你可以用石油 用天然气环嘛 中国人坐飞机去你伊朗 去你德克兰 你象征性的 是300块钱人民币好了 不要收那么贵的机票 整个伊朗人口才9000万人 中国人口14亿 印度人口14亿 加在一起28亿 因为飞机票等于是免票 每年有个两三亿去到你伊朗 每个人在你伊朗花个5000块钱 你想一下 5000块钱人民币 乘以三个亿的人数 那你伊朗几年时间 就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了 所以对伊朗 这个未来的规划 我们讲了好多集 伊朗必须只能打持有战 而且自己不能出面 而且必须向美国示弱 像一个正在走西阿波路的美国示弱 这不是投降 这是战略 所以这两天很多人都说 伊朗投降了 伊朗投降了 24号宣布投降了 好在伊朗 按照我们8月8号所说的 伊朗的核谈判要继续谈 伊朗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如果错过了9月24号 联大上宣布 同意伊核协议 同意继续谈判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等于是插秧的时候 你不去插秧 你天天在家里搞卫生 请问你搞卫生 能搞出架子吗 你天天在家里跟邻居吵架 动员全家跟邻居打架 你不插秧 你就跟别人打架 请问你伊朗划算吗 伊朗这个国家 靠波斯湾方向 是一个大大的山脉 往巴基斯坦方向走 也是大大的山脉 这地方都是荒漠 这些地方既是高原 又是荒漠 又是山脉 又是荒漠 这些地方荒漠 这个地方更荒漠了 这些地方荒漠 荒漠 荒漠 伊朗真正环境好的 在离海的南面 这一圈 在德克兰的这一圈 伊朗的石油天然气 在这个位置 伊朗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因为高山环境恶励 他只能请中国人 去给他建高铁 建铁路 建高速公路 因为中国有成熟的高铁技术 和成熟的登陆机 再加上中国有人力资源 像这样的环境中 要想发展起来 只能用石油天然气 换取伊朗的经济发展 请问有第二条路吗 没有 先搞伊核谈判 为了让周边国家睡个好觉 没必要发展核武器 我在8月8号的视频里说了 就算你伊朗有一天拥有了核武器 请问你伊朗敢打核武器吗 因为核武器现在时代不同了 当年武藏拥有核武器的时代 说实话 当时是可以放原子弹的时代 比如美国人就放了 但现在这个时代 还能放核武器吗 不能了 现在核武器的杀伤力 比当年核武器杀伤力大了 5到10倍 甚至20倍 你把别人灭了 别人也把你灭了 所以我说俄罗斯普京 他们经常说要放核武器 要放核弹 我个人认为 那是不可能的 像俄罗斯的莫斯科 圣米德堡 城市那么集中 你俄罗斯真的敢放核武器 北约国家被打了 那美国当然有借口 对着俄罗斯的莫斯科 圣米德堡还击 请问普京赢了吗 那真叫毛子赢个毛啊 所以当今社会 要打核武器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 你何必还发展核武器 让别人封锁你干嘛 那就直接恢复 伊核协议谈判嘛 全面的开放搞经济 伊朗现在的矛盾 不是跟美国的矛盾 伊朗作为一个波士国家 它的真正主要矛盾 是与中东各个国家 发展经济比速度的矛盾 如果伊朗长期被封锁 经济搞不下去了 因为美国把它打得奄奄一息了 请问中东的各个国家 还会听你伊朗的吗 你都不理你伊朗了 因为人是很现实的 国家和国家之间更现实 最后结尾 看任何问题 不要只看表面 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 眼前表面得到的 出了一口恶气 但实际上 损失一大片 死伤更多 一算 跟泽连斯基一个大 反过来 伊朗搞了伊核协议 搞了前面我说的 123567 通过5到10年 伊朗人民进入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而5到10年后 老美肯定走下坡路 更下 因为现在老美的负债是35万亿 那是纯的真金白银 要给付的35万亿 老美的GDP是25万亿 这个25万亿是水分 它不是纯的利润 一个国家的GDP 是国民经济的总收入 它不是真正的纯利润 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5到10年之后 美国的负债一定会越来越高 美国的内部一定会出问题 因为经济基础不行了 那上层建筑就倒了嘛 而伊朗5到10年 经济发展起来了 中东各个国家 明星手下靠向伊朗 那个时候 请问中东还有美军驻军吗 红海波斯湾 还有美军敢大摇大摆的游荡吗 所以眼光一定要长远 末期少年穷 再过10年 就要对少年寡目相看 所以伊朗当务之急 老人赶快退去 赶快欣赏大量的青年 比特希西洋 24号同意的伊核河谈 对伊朗来说更有前途 发展更长远 好 Meg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